一场全球洗牌正在拉开帷幕 而我们中国已经抢先行动了 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并且在紧锣密布的布局当中 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那这场洗牌到底是什么呢 那就是新一轮的能源革命 全球能源霸权即将面临洗牌 那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呢 先点个关注 听我慢慢讲来 能源到底有多重要 相信学过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第一次工业革命依靠能源是什么呢 当然是煤炭了 18世纪英国率先进入到了煤炭能源的将军时代 那么到了18世纪中期 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煤炭都是英国产 正是煤炭让大英帝国是称霸全球100多年 那么接下来第二次工业革命 基础能源又变成了什么呢 那就是原油 19世纪60年代 随着原油的一个突然崛起 世界范围内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的变革 那么最终谁获得胜利呢 老美获得了胜利 一直到今天呢 我们依然是深陷石油美元的霸权当中 基辛格曾经说过一句话 谁掌握了石油 谁就掌握了这个世界 那第三次革命的基础能源 它到底就变成了什么呢 其实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定论 但是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一定是清洁能源 目前还处在新能源革命的前夕 所有国家都鼓足干净 想要在这场能源革命当中 占据领先的一个地位 14年美国发布了全面的一个能源战略 19年欧盟部署了 清能源的一个路线 就连最保守的德国人 也发布了国家新能源的一个战略 那咱们呢 自然也不会落后了 早就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水电 风能 光伏等清洁能源 累计装机容量 已经达到了世界的第一位 新能源汽车也是一样的 咱们的宁德时代 比亚迪在全球的市场份额 将近40% 什么概念 全球100辆新能源车 当中有40辆是用的是 中国制造的一些核心零部件 也就是所有国家发展新能源车 都不可能绕开咱们中国 目前这一轮 全球的能源霸权大洗牌 咱们中国已经抢先一步了